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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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昆達的禍首曝光 陳一涵窩藏髮型師 外型甜美 異性原家的陳一涵分手 已經分成了高手 自稱他秉持著買賣不成 人意在的精神綜橫情場 還誇口前男友們可以組成 一支足球隊 我的目標是足球隊 前男友足球隊 但當中唯獨昆達被看紅牌出場 為什麼呢 陳一涵和昆達分手後不願意多談 除了陸續被挖出天舞湖渣男 多毛射狼 以及女漢子 在陳一涵家多元進出之外 最近更爆出 壓垮她和昆達練琴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是一名名叫湯姆的髮型師 有一個孩子 名字叫湯姆 她是一個聰明的髮型孩子 回歸正題了 3月23日晚上 陳一涵和一位身穿運動背心的胡渣男 一起用餐 這個渾身運動風的男人 就是傳說中和陳一涵相好的髮型師湯姆 吃飽喝足的小兩口牽著腳踏車 散步回家 兩人一路上 越走越近了 湯姆離開時還把自己的心 不是 是腳踏車留在了女方家 為兩人的關係留下胡筆 回顧前年年底 陳一涵出北島相遇這本書 就邀禍湯姆大方寫序 當時湯姆形容陳一涵 是給人溫暖的向日葵小花 太陽曬久了 偶爾還是需要小雨的滋潤 如今看來也格外曖昧 除了新的湯姆外 還有那些年 曾跟她糾纏過的胡鬚男孩們 接連曝光 看來女主角 十分享受感情狀況一言難盡的小遙日子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除非 旦族 偶爾 遇上 旁後 任世